國道順向坡的山崩 奪走了四條人命 連馬總統看了都說毛毛的 但是現在卻傳出 總統老家竟然也是順向坡 有議員就指出 說總統老家附近 有四處潛在的順向坡 而且地底下還有煤礦場 在如此敏感的地質帶 臺北市政府卻都沒有設立監測器 而馬媽媽現在還住在那裡 臺北市鮮岩路十六項附近 到處都是山坡地 上頭的眼毛相當老舊 這裡又是讓人毛毛的順向坡 馬總統的老家距離這只有六十五公尺 天天住這的馬媽媽安全嗎 馬媽媽上面這個 它的那個後山這個地方是 四個地方 也就是四塊地方是潛在的順向坡 它的安全以否 其實平良心講 我們大地工程柱這裡 還沒有進一步的 這個安全措施如何去依反 不只馬總統的老家沒有鞭坡監測器 地質條件跟國道山崩區塊 一模一樣的信義快速道路 也沒有鞭坡監測器 這項科不定時炸彈 馬媽媽後面的 那是潛在的順向坡 潛在來講是屬於說 還沒有很確認 可是他可能夾腳坡的方向 跟地層的傾斜方向兩個 在二十度以內 當然是國家嚴守 這個是第一優先 所以我們兩百零一處 屬於說是有確認的 那這一處我們可以優先 把它包含在裡面 然後做一次的 包括磚孔 包括設置傾斜館的一個工作 都可以做長期的監測 也就是說 台北市其他七千四百多處的 潛在順向坡 跟推定順向坡 沒駐馬媽媽沒有監測器 市府這麼做 是不是給總統特權呢 恐怕又會惹上爭議 明星期五 黃室 傅廷華 台北報導